本集由蔥仔越南包特約贊助播出 据英國第二章第九部分 共生即絞殺 合則生分即死 共生包含著這個邏輯 从国家的層面来看 我们在土地上任何时候只要出现分裂 硬是想要追求统一 相比之下古希腊这么小的地盘 就有一千多个联邦 并存了很多年 整个欧洲 也跟我们的国土面积差不多 但也一直是大大小小的国家临立 统一从来都没发生过 现在欧洲想搞统一 但英国不断在那里搞分裂 而英国国内苏格兰也都会搞分裂 有意思的是 他们分质生合质死 每次当有哪个野心家 例如拿破仑想搞统一的时候 就会流血飘柱 但统一肯是维持不到几长的时间 甚至可以说统一在欧洲从未发生过 而我们就是统一占据了历史的大多数时间 而分裂是间隙 分裂的时候 各个野心家和有使命感的人 就经常会想着如何可以统一 放回去单个人的层面上 如果你的心理还处于六个月前的共生期 那么你也就是合质生 分职死 所以中国人难以承受孤独 个个都必须要结婚 大家庭 肯是想和小家庭混合在一起 而分裂是好得人害怕的 零位十座庙 不为一门亲 因为都是婴儿 而婴儿不能够独自传活 生理上离开了妈妈就生存不到 心理上离开了其他人 也都生存不到 有一个男性来访者 在她的世界里面 只有母亲和妻子 而她妈妈就说 我的世界里面只有你 其实她也有爸爸 但对妈妈来说 爸爸就好像不存在一样 她经常会发某一类型的梦 在一些很黏稠的水里游泳 寸步难行 她感觉到 和母亲的关系令到她窒息 她也渴望自由 但她不敢和妈妈分离 她担心如果这样做 她妈妈就会死 这种观感 有部分是真实的 因为她妈妈曾经和她这样表达过 这也是处于共生关系的人的共同感受 你我不能够分离 你离开了我 我就会死 我离开了你 你就会死 所以 我经常都内疚到死 有一次 她看了美国的一出西部片 故事的内容大致上 是围绕加州金矿发生的种种故事 就好像重林社会一样 一言不合 就拔枪伤行 人命如草戒 很残酷 但她就很喜欢这一出电影 觉得非常自由灑脱 如果可以这样就死了 真是好了 但每次当她这样一想象 就会觉得有巨大的内疚感 因为如果她走了 她妈妈就会死 最后她在想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用分身术 将自己一分为二 真实的自己去捏作金矿 耍脱地生死 而另一个只得疲劳的自己 就留在家里面陪妈妈 另外一个男性来访者 遇到一个困境是 她老婆死都不会和她离婚 一开始她都不敢提出 因为她想象 如果她胆敢提出离婚 那么那个脾气暴躁的妻子 就会追杀她一生 哪怕走到天涯海角 都不会放过她 有意思的是 这位男士 从小到大 都有一个想象之中的陪伴者 毛毛 毛毛是一只公仔 小时候 她的确有一个这样的公仔 而且她的名字就是叫做毛毛 这只公仔一直陪伴到她十几岁 实在太旧太骂了 她还是不舍得扔 但她妈妈实在受不了 所以就趁她不在家的时候 扔掉了 这件事差点导致她和妈妈绝交 虽然毛毛实质上不见了 但就一直都在想象之中陪伴着她 他们绝对是共生关系 就像同一个人一样 她对妻子有很多的想象 其实都是来自于对毛毛的想象 伴随着咨询的进展 她的自我逐渐变得强大而完善 她终于有和毛毛分离的意识 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这个意识一出来 她就会充斥着伤感和恐惧 伤感可以理解 任何分离都会有伤感发生 但恐惧是什么呢? 在她想象之中 如果离开了毛毛 毛毛首先会伤感 然后会变得充满怨恨 会恨不得杀死她 或者是自杀 乃至是摧毁整个世界 对于这两个来访者来说 关键要见到 那其实是作为巨婴的她们 自己对分离的恐惧 她们担心一旦分离 自己就会是一个无助的婴儿 自我也会破碎 当理解这一点 又的确见到 她们的自我其实已经比较完整 能够独自面对外部世界 这种分离会死的想象 就基本上消失了 亲密和分离 构成任何一对关系的两大动力 我们需要亲密 需要爱和连接感 当体验到我跟你合一的时候 就会产生巨大的愉悦 同一时间 我们也都需要分离 在分离之中成为自己 而且分离也意味着 对彼此的检验 我离开你 不同意你 你还会不会爱我呢? 如果只有亲密而没有分离 关系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在资讯和生活里面 我也见过很多段 看了上来很理想的恋爱 即是惊叹于她们的浪漫和投入 是真是全程投入 加无怨无悔 但奇怪的是 两个人越活越苦 各种惨事不断发生 如果两个人的个性和能力的发展 也都停滞了下来 他们的世界和心胸 甚至乎都在不断变小 最后就真是好像 黄小波所说的那样 好像一对老鼠仔在那儿拍拖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我有感觉 但一直都没办法将它变成语言 例如 一个女孩和一个军人拍拖 他又潔癖 当他想去厕所的时候 个男孩就会开了一辆烂车 送他去几公里以外的五星级酒店那里 他们绝对将彼此的生命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这个女孩如先感觉到 他们的关系有点不太妥 他和我形容 我和他就好像两棵掉颈树 扭在一起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那些全程去爱的人 是在追求婴儿的时期 未被满足的共生感 我只有你 你只有我 生活一致思想统一 差异被消灭 成长也被消灭 罗素曾经说过 虽知参差多态 乃幸福本源 他们两个 正正就会成了对立面 很有意思的是 我知道这些伴侣 多数都不打算要小朋友 因为这样会破坏他们的共生感 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但是就真正变成了相爱相杀 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搞杀彼此的心 但是搞杀就发生了 因为共生关系里面 搞杀是必然会发生的 在咨询和工作坊里面 经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对来访者和学员 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他们说 觉得自己好像被人批评一样 也会发生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之中 其他人和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他们马上就会觉得自己被批评 其实真相是 他们自己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 就想攻击对方 他们也并非只有霸道 实际上 那些连小小的不同意见 都无法容忍的人 想和其他人建立关系的时候 又会消灭自己的意见 消灭对方的不同意见 和消灭自己的不同意见 都是来自同一个目的 追求绝对的共生 我和你完全一致 我们之间没有习音 如此一来 我们就好像同一个人一样 从所有的共生关系里面 我们都可以见到共生狡杀 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 1. 在身体上面 你我不能分离 你离开我 我会死 所以恨不得你死 我离开你 你会死 所以我内疚到要死 2. 你的想法要跟我一样 如果不是 你就去死 我的想法要跟你一样 如果不是 就是我去死 父母在不远游 这句古分 在我看上来 所说的就是空间上的狡杀 甚至乎 还有更加严重的一句说话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损伤 孝之此也 假如有孝度的原教子主意 那子女就既无空间上 离开父母的自由 也都无处理身体的自由 什么都要听父母说 至于听话哲学 就是要求在想法上 小朋友和父母的想象都一样 如果小朋友这样做 就等于满足了父母 和小朋友共生的需求 这个小朋友和我的想法一模一样 但这样一来 小朋友的个性发展 就被狡杀了 如果伴侣之家 也都追求共生 那也都可能会出现 在空间上绝不分离 在思想上绝对统一 这样的事情 这样当然会对彼此构成狡杀 有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妻 他们的狡杀极为严重 而他们又并不是很爱对方 所以就变得非常之憎恨彼此 他们的狡杀 主要是思想上的一致 两个人一旦做一件事 似乎就必须要达成一致 而且在自己主控的事情上面 谁都不愿意让步 例如太太买了一部豪车 丈夫反对 但无效 谁知道先生就说 你放长双眼 看我几时弄烂你部车 然后有一天 太太去公干 先生打算拿你部车出去 谁知道走出车库的时候 就撞了在门上 而且卡住了 在那一刻 先生心里面充满着巨大的恐惧 他可以想象 如果太太回来 究竟会怎样大发雷霆 和不放过他 在这样的恐惧驱使下 他就想着 在车库的门上 弄一部车出来 但怎么知道门竟然崩了 搞到整个车库都崩了 也都将车窄到扁了 在这一件事里面 懂些精神分析的人 会说先生 在潜意识里面 想弄烂自己太太的车 但我在和他们咨询的时候 深切感受到 个中的关键是 在丈夫的感知里面 似乎他太太 并没有任何欢迎的空间 所以他根本就无可能 可以去求他太太原谅 而问他太太 太太的确说 他认定他老公 一定是故意弄烂他部车的 所以他咬牙切齿 类似这样的事情 也都发生在他太太身上 他们家公司run得很好 他太太是一个女强人 是主要的营运者 而他先生就负责看着盘数 太太是一个慷慨又大方的人 而他先生就省皮到有点沽寒 每年年底 应该分多少花红给员工的时候 太太就会非常之焦虑 他也觉得自己的先生 并没有给任何欢迎的空间 在发年中花红这件事上面 要绝对按照他先生的意思来做 而这个既不符合这位太太的风格 也不符合管理 于是乎来年底还有两个月的时候 他就会用各种方法讨好自己的丈夫 用来换取对方的让步 但结果就是这个先生还是不会让步 于是乎在愤怒之下 他就会将先生丢在一边 自己决定如何派发年中花红 这两个人在一起 似乎就是来相互狡杀给此 在我话事的事情上面 你必须绝对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并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 在你为主的事情上面 我感觉你也有同样绝对的控制感 并没有留任何妥协商议的空间给我 他们不相爱 所以这份狡杀就变得非常之显眼 而在那些伤爱的关系里面 这份狡杀一样可以超级严重 例如有一对夫妻 先生是一个超级球迷 每次看世界杯的时候 都会看到如痴如醉 而太太对于先生的爱 就好像喝醋一样 于是乎就跟他先生说 如果你爱我 就将世界杯戒掉他 谁知他老公真的这样做 那实在太得人害怕了 这样的话 两个伤爱的人 就会互相地 剁走彼此向外延伸的手脚 最终导致对彼此的狡杀 而且 这也会导致极大的愤怒产生 例如一位先生 为了保护共生关系 戒了看世界杯 但他由此对妻子产生了巨大的愤怒 但是 他要维护他们两个 是世界上最爱的一对的感觉 所以从来都不会表达愤怒 结果 愤怒最终演变成为憎恨 而在我看上来 这样的共生爱情 后来所遭遇的一系列的惨事 也都是由这些愤怒 乃至是憎恨所演化出来的 一个生命 是逐渐走向更开阔的世界的过程 好的关系 应该最终会导向这样的结果 如果在一段长期的关系里面 你或者是彼此都越活越狭窄 那真是需要好好地反思一下 你们的关系是否变成了共生狡杀 从婴儿到少年 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六个月前是一个人的共生阶段 六个月到三岁是两个人的阶段 三到五岁是三个人的阶段 相应地 爱情也都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加一等于一 我们两个就好像一个人一样 第二个阶段一加一等于零 我所有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你 我恨你 第三个阶段 一加一等于二 我是我 你是你 我们是一起 第一个阶段的共生一开始很迷人 但无可避免会进入第二个阶段 如果化解了这个阶段的憎恨和愤怒 就可以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之后就是两个人一起亲密地走向开阔的人生 黏筹与眼睛的异象 中国当代的艺术家F4里面 我最早留意到的是张晓刚和岳敏君 后来有人跟我推荐方力君 于是乎我开始关注他 他的作品也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给我 我必须要提的是 我之所以会欣赏F4的作品 咨询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是从2007年开始正式做咨询的 而多数的咨询都是长时间的 现在还有很多的个案 都至少持续了三年以上 长时间就意味着深度 而深度咨询 才能够深入到来访者的内心深处 也都因为不断触碰到深渊一样的人性 我才发现这些艺术家所表达的 就是潜意识深处的人性 方力君的画作 我觉得所画的是未成人形的灵魂 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至少有一个 饱满连接的关系做容器 这个容器 找到他们的能量在个中流动 而且在这段关系里面得以素形 但如果缺乏这样的关系 尤其是生命早期的婴儿期缺乏 就会令到一个人的灵魂还未成形 或者说并没有变成人形 方力君有一组男人在水里苦游的作品 令到想起一个宅男来访者所发的梦 他在黏筹好像糖漿一样的液体里游水 但液体的黏度实在太大 他的手脚都好像被绑在一起的难以伸展 搞到就好像慢动作一样在移动 在咨询里面我问这个宅男 好像糖漿一样的液体 令到你想到些什么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妈妈的爱 妈妈的爱就好像糖漿一样 接着下来他又想到他对妈妈的愧疚 妈妈的爱实在太沉重了 妈妈曾经多次说过 我的生命里面只有你 其实他是有爸爸的 但妈妈和爸爸的关系很疏离 我的生命之中只有你 当一个妈妈跟他儿子说话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 我和你共生在一起的 马格丽特·马纳曾经说过 六个月之前的婴儿 处于正常的共生期 就是对于六个月以前的婴儿来说 共生才正常 之后的共生都是病态共生 共生本来是六个月之前的婴儿的正常需求 但在一个宅男妈妈那里 就变成了妈妈的需求 于是乎就不再是个儿子 想和妈妈共生在一起 而是主要是 妈妈想和儿子共生在一起 不过半随着长大 小朋友就会从共生走向独立 越来越看望离开妈妈的怀抱 进入到广阔的世界里面 这位宅男也不例外 但是 当他流露出哪怕是 一尸一毫想离开妈妈的意思 妈妈就会表现出痛不欲生 这样就导致到 他对妈妈的强烈内疚 生命的根本动力 驱使他想离开妈妈妈 这个时候他发现妈妈没办法活下去 但不管妈妈有多痛苦 他还是想离开妈妈 虽然在事实上他做不到 也是因为这样 他想离开的动力 就好像攻击妈妈一样 你看一下 妈妈有多痛不欲生 于是乎他就变得非常内疚 而且从更深的层面来说 其实他的潜意识里面 也有事务的强烈动力 我就是想离开你 如果离开你 你就会死 那你就去死了 这一份动力 也会为他带来强烈的内疚 所以对他来说 妈妈的共生渴求 就好像黏筹的堂章一样 黏住了他的手脚 令到他动都动不了 如果你发过类似的梦 或是有类似的感觉 那很可能就意味着 你还处于 和某一个人共生的关系之中 而这个人很容易是你的伴侣 但是最初 或者潜意识的深处里面 那个多数是你的妈妈 可以说 如果妈妈不能够和小朋友分离 而将小朋友视为自我的一部分 那这个小朋友的心理 就会是混沌和未分化的 你我不分 在有一次资讯里面 有一位来访者突然感觉到 他好像半个身体 陷入了黏筹的泥漿一样 没办法拉出来 同样地 他也想到妈妈 妈妈曾经明确表达过 他下半世就要跟着他 黏筹的液体的原型 应该是妈妈子宫里面的羊水 黏筹液体的梦和异象 是他们人生的比喻 他们做的很多事情 都会感觉到 就好像有什么黏着 很难可以伸展开 他们会对妈妈 或是被他们投射为妈妈的人 例如伴侣 小朋友 老板 保持着极大的忠诚 同一时间 很有意思的是 为了和这种共生对抗 他们会发展出一系列 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的防御方式 来阻挡任何人进入他们的内心 我们需要被看见 而这样就需要一对 可以带着理解 爱和接纳的眼睛 并且看到的是我们的自身 而不是对方的想象 但是 在中国式的黏筹关系里面 我们遇到的眼睛 和我们自己的眼睛 多数都是苛刻 批评 不够友善的眼睛 最差的是 有很多要求的眼睛 你必须符合他的期待 例如在中国过年 如果年轻人回到家 一定会被姨妈姑姐盘问 你拍拖了吗? 结婚了吗? 赚多少钱一个月? 在黏筹的关系里面 通常是 你什么都没做 就已经累得不得了 因为很多能量 在你未有各知的情况下 十分紧张地应对着 这些盯着你的眼睛 所以就有了所谓的 过年后综合症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回家过年 并没有任何 回到避风港的意味 相反地 回到自己家 和上班之后 反而是一种很大的放松 黏筹的关系 很容易导致一个现象 你不能够出错 稍有差错 那些眼睛就会不高兴 如果发现 自己尤其不能够接受自己出错 那就意味着 你行动的空间非常合小 觉知到这一点 就可以试下 令到自己犯一些理性上 和事实上无相大雅的错误 自己和自己说 有什么所谓 那就可以令到自己 可以多一点伸展手脚 从骨子里面 我们都由衷希望其他人满意 尤其是是自我未成型的人 他人就像自己的镜一样 一举一动 有没有意义 都取决于镜一样看待它 镜是有多重要 我们很容易会直接要求镜 按照我们的感觉 人生回应自己 那就正是对快镜 也就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人 构成了强烈的制约 如果对方的自我 也没有承认 他们就会相互狡煞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好像被谁 阻止得一天 如果有一点不符合心意 对方就会很不高兴 甚至乎 会敌意大爆发 你是不是 也正在用你阹阻声闷的眼睛 去望着对方 你密集性地盯着他 也会为对方构成巨大的压力 常见的一种伴侣的模式 就是双方都战战兢兢地 应对着对方 但同一时间 自己又构成了对方战战兢兢的原因 很多的来访者 都会有关于眼睛的意象 通常是一只又或者一对眼睛 密切地望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还有些人他的意象是 自己头顶的上空 密密麻麻地逼满眼睛 有这个意象的人 行动起来 就似乎一点自由空间都没有 他的每一步都好像生死有关 好像行错一步都会大难临头